今天来玩个阿扁 可能想要报射手的位置的 皮皮把锦吞了 真男人重步回头看爆炸 接着来杀孤单的古风扑轮 没技能我还能打普攻 拿下Double 有隐形就可以随便找人抓 老牛配合上控制 大家稍微短了一点 他觉得他能跑 我觉得不行 爆炸就不用回头看了 没飞飙也留不住攀音 还不如回头把蓝给打掉 一个寒冰制裁 再潇洒离去 来得有点晚了 救不了 不过可以杀 喜欢攀音这个人 都可以一样杀加安息 叶桥血量不高可以打 皮皮来了 那我就得跑了 在草丛里走位 一直顺着草的生长方向来逃跑 突然还冒出一个图轮 一个大炮轰下来 很舒服 跟线队友打得很深的时候 我们可以护一护 说不定还会发生一些小意外 每钟不足 这波三杀没了 这波我没有第一时间去防守凯撒 把中路线拿完 刚好够钱把凌床导珠 我... 是吗? 尼桑买下来只用一次肯定是不划算的 尼桑让进场的营出率增加很多 还在等一个冲进去的机会 看到潘因了 一套把他秒杀开凌刷 解冻后给夜叉一个飞镖 这男人从不回头看爆 这一把就没有太多的办法了 只有我一个人的顺风 问题不到 下把继续来 觉得影片还不错的话可以给我个赞 我是雅儿头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